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5月10日,骑士和独行侠的对决,发生突然的意外剧情。 双方进行到第三节,还剩下10分07秒的时候,独行侠队的王牌核心巨星东气奇,直接被驱逐出场。 东气奇本场,发挥出色,此前他带领球队,取得了大比分的领先优势,自己则是11投5中拿到了15分5个篮板,5个助攻,和2个抢断。 独行侠,也是一直压制着骑士。 但是第三节,刚开始没有打多久,东气奇就由于,在篮下的一个犯规,直接被驱逐出场了。 这个回合来自于篮下,东气奇和对面的赛克斯顿,进行卡位的时候。 结果这位号称,是小张黄的NBA,巨星和赛克斯顿,完全纠缠在了一起。 不知道,是有意还是无意,东气奇直接把自己的右手,向后甩了一下,正好击打到了赛克斯顿的敏感部位。 两个人还互相对视了一眼。 显然在卡位之前,东气奇,先被赛克斯顿,给激发出了怒火。 所以或许才会有这么一个动作。 因为是赛克斯顿,先推了他的腰一下,结果击打了他一下之后。 东气奇和赛克斯顿,在篮下继续进行纠缠。 最终东气奇,把赛克斯顿推出场外。 赛克斯顿,失去了平衡。 而东气奇本人,也同样是失去了平衡,向场外摔去。 当时裁判没有第一时间,看到这一幕。 于是他们去观看,录像回放。 可是在看完录像,回放之后,发现两个人,并非是单纯的卡位。 东气奇还有一个,直接挥舞自己的右拳,击打了对方刚步的动作。 而且看起来,他是扭头看到了,对方的位置。 盯着对面,来了一拳。 那这个动作,是故意的。 所以在看了五分钟的,录像回放之后,裁判最终给出了一个,艰难的吹法选择。 把东气奇驱逐出场。 因为他们发现东气奇,进行这个击打对手的动作时。 脸是盯着对方的,相当于是你看着对面,来了一个大当的动作。 这个动作本身,就应该已经是一个二级,恶意犯规的动作了。 而且裁判对于要驱逐,这么一个超级巨星,还是有点拿不准主意。 所以看了整整五分钟的录像回放,给了赛克斯顿,两罚一致,球权还属于骑士。 骑士一度借着这样的势透,想要追分。 但是独行侠的队友们,还是帮东气奇,稳住了局势。 赛克斯顿目前,是16头7中拿到21分,三篮板四主攻。 面对数据,是15加5加5的东气奇,并不逊色。 但是这样的一个动作,有可能改变,整个比赛的格局。 而现在独行侠队,确实是输不起的。 七步5至七位的卡位战,非常激烈。 独行侠领先了,无人两个胜场。 他们必须得拿下骑士这种落队,才能够保证在卡位战当中,占据优势。 否则的话,就很危险了。 而东气奇现在的这个,不理智动作,有可能会影响球队,争取好战绩的旅程。 同时还有一大重点是,东气奇本赛季,已经累计了15个技术犯规。 16个T就会被一场。 他就算回归,万一再吃一个T的话,仍然会被竞赛一场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